在這裡 嗯? 好 嗯 好 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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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所以今天来呢也有不同的一个景色啊 因为平时来他没有这个雪景啊 所以大家说实话我觉得这个这个 虽然我们昨天没有来今天但总算到了啊 也算一个一个特色啊 我这个这个雪景啊 我们也很少能看到这样的 哇 那么今天大家所来的长城是明代建造的 因为明代的上一朝代啊叫元代 元朝 元朝呢是蒙古人乌碧烈统治我们92年 啊我们是被他统治了蒙古人 后来朱元璋把他们打败赶回蒙古草原 朱元璋在南京建立了明朝 这里是南京 这里是明朝跟蒙古人的交界 边界啊 那么这里这个山的后面 在明朝就是蒙古人的地盘 所以这个朱元璋啊 在这里设重兵 在这里看守 不给蒙古人机会再打回来 所以明朝的皇帝才在这个山上建造长城 来抵御来自蒙古的侵略啊 这个地名跟您马来西亚有个地方真的很像 这个地名叫巴达岭 巴达岭 因为这条路啊这个highway啊 再向前400公里就到蒙古 我们去蒙古都是从这边走 你看这边的雪还有的没有冰啊 还没有融化 然后刚才那个高速路旁边有条铁轨铁路 这个是从北京坐火车去蒙古 内蒙古外蒙古去俄罗斯 去这个匈牙利 一直到欧洲 可以从这里坐火车去 就国际列车 北京到俄罗斯大概是六晚七天 这个火车的车程啊 一个礼拜 那个山脚下那个铁路就是去俄罗斯的 那么这个前面我们待会要到的这一段呢 叫巴达岭军长城 那么万里长城呢到底有多长 我们说的是现在明代的长城啊 它西起中国的西部甘肃省叫做嘉玉关 那么如果去丝绸之路是一定有去那个嘉玉关的啊 西起嘉玉关 东里山海关 就是孟江女湖长城跳海自尽的地方啊 也是刚才有一位老先生问到 吴三桂打开山海关 引清兵入关 叫引狼入室 那个就是山海关 在中国的东部 所以他从最西部到最东部 横跨了甘肃省 宁夏陕西